那么好日子过好快 应该说好日子也没错 那么下一个礼拜 10月份都要结束了 那么如果说 你有跟着我的讯息做操作 这一个礼拜 光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讲坦白的 你要赚10万块 你要帮自己加薪个三四万块 真的超级无敌容易的 那么这种连续的对让单 我想你每天都有在看 那问题重点 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有很多观众 还是希望说我讲慢一点 好我们就开始讲慢版 而且我把很多的袭击全部拿掉 我在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跟他强调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加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 不管包括周线月线观价 不管包括一个多空主义心态 因为借由的一个价格的观念 就好像我问你 今天台子期货 我们在讲正式之前的话 你麻烦把我们过去 每一天的对当单 稍微review一下 你记不记得今天台子期货 拉尾盘拉得非常非常凶 可是在拉尾盘之前 他有先做一个摁头 就当你看到他做一个摁头 跌破平台仅限 你跑去放空 我跑去做多 我们中间的差距 就高达将近有十几万之多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课程这一次很focus 在片线理论最主要原因 里面包括有很多的计算公式 这些计算公式 多空防守 叫计算的变形策略 它的一个主力做手设下的陷阱 还有你要怎么样去模拟设计计算 成为未来主力做手 乃至于国家的栋梁 都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完整的剖析 这是台积电法术会前的早上 我很清楚告诉你 我做多 不只台子期货做多 甚至包括0052 甚至包括所谓的选择权 我们都做多 结果我们马上大赛 那么结果进入了这个礼拜 反正进入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慢一点 因为过去的每一天绩效 你们都看过了 那礼拜一的时候 这是礼拜一的对让单 10月20日礼拜一 这是礼拜二的对让单 然后这个是礼拜三的主力心态 还有礼拜三的对让单 所以包括昨天礼拜四 往下击杀 我们去买进 你又看到昨天 我们光昨天一天时间 我们就缴出了 6万8千元的对让单 基本上 我给大家一个所谓的思考模式 跟思考范畴 你可以知道 我们在非凡新闻台 我们的连线时间是高达将近有20分钟 那我也跟大家保证过了 如果非凡新闻台连线 我有付非凡新闻台任何一毛钱 我头跺下给你当椅子座 那么问题为什么 我可以连20分钟 为什么有的老师可能连了三五分钟 有的老师是连上非凡新闻台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很简单 我问你 你今天是电视台的话 你所要求的是个标标准准 非常简单的收视率 那么收视率好 自然人家广告商就会打广告给你 我这样讲没错吧 所以说非凡新闻台 乃至于东森财经台 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来自于广告上面的收入 那广告的收入 我请问各位 我今天我是可口可乐 我今天是麦当劳 我今天是7-11 我要打广告 我一定是看根据Alson Nielsen来做判断 哪边的收视率最高 我就打哪边 就是因为我的收视率最高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 我是非凡新闻台当中连线最久的老师 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要把这么好的时段 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至于说有很多人说 谢老师 可是人家非凡 他为什么都没有网路节目 人家东森都有 非凡都没有 昨天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因为非凡已经正式回答我 系统业者 所谓的系统业者 就是有线公司 他不希望非凡 把盘中连线节目丢在YouTube 因为只要丢在YouTube的话 基本上大家看网路就好了 没有人要看cable台 那这样有线电视业者就很容易倒掉 好那也不干我事 讲到这边为止了 好开始了 那么今天我们持续赚钱 我到底怎么做到 来看清楚 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OTC指数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我也跟大家预告 有关于非凡指数的多空的防守价 就今天早上起床 你持续看到非凡指数 它是走一个标标准准的胶着 好胶着的意思是说 它没有收上空发防守价 它也没有跌破多方的越衰防守价 好 结果这是今天早上台子期货的手势图 它先往上做一个急拉 急拉完之后又往下急杀 然后往下杀 然后又拉 那么可是我至少做到全宇宙 我一直很高兴 因为我还是重生 基本上头顾老师他所标榜的是说 我今天我LINE8人数是全宇宙最多的 我问大家 妈妈以前有教过我们一句话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就像我们老板常常跟我讲说谢威 你要不要买广告 我是觉得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 我是觉得我们的胜率是高达99.99999% 绝对比你藏在内裤里面的黄金还来的存 这才是我要的 那我这个人也很简单 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你知道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方向 我自然会在你们的胎的滚叫做未来事件部 妹妹这样讲可以很慢 可以 可是我想把音调再放低一点 对啊 因为草上光飞 把人家讲连20分钟连都没力了 好看清楚 这是你们的未来事件部 我想小天姐好 听得到 未来事件部 未来事件部11.09分的时候 我有没有把我的讯息 我们的讯息在9点19分发的 那你11.09分的时候 我有告诉你 我是做多 我是做多 这一个价格你跑掉 没关系 270到290这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有没有来 来看清楚 这是今天台子期货的江波图 等于说我们做的第一趟的第一趟 然后这边跑掉 然后第二趟他又往下急杀 往下急杀 是不是刚好杀到270到290的多方保守项 可是啊 你再看一遍 基本上 如果我们不要看后面这一段 你麻烦你把你的软体打开来看 除非你的软体今天坏掉了 不然呢 当他跌破这一条平台颈线的时候 你的软体一定是放空讯号 因为形成非常简单 复合式头肩顶跌破平台颈线的回撤 可是我一再教大家 我说现阶段主力作手 他很喜欢玩什么把戏 高点过高杀 低点破低拉 这种片线 陈水扁马英九 陈水扁马英九 片线理论 你要完全把它给学会 当你学会完之后 老师我还是不懂 我看不懂抗讯号 基本上应该没有看不懂的23324到313 还有23270到290 还有23197分批做多 这样够简单的吧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那如果你看不懂我的抗讯 那没关系对账单你保证看得懂 你看这客人哦 他只买了七口 他只操作七口 而且是小型台子期货 从昨天到今天 小型哦 小型台子期货 从昨天到今天 他就赚了25390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一下你的股票 你回过来看一下你的美债 你充其量就只能在盘边单瞪眼 等解套 我这样讲没错吧 盛俊呢 我请问各位啊 我每次跟大家报告 我说现在股票的波动性 容我继续讲张话 真他爸爸的比期货高至少100倍 你喜欢做小型股的 我请问大家 不管包括三四五级联军 不管包括呢 我们两个礼拜前 在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 斩钉截铁跟你预告 6546的正机空方控盘 主力新太空 只有正机到今天还在打到跌停板 你随便买个10张 你要赔个100万 你要赔个500万 超级无敌简单 因为正机这一档股票 有多少头顾老师告诉你是最便宜的CPU干渐股 买在天花板 同样的啊 今天有很多头顾老师看到特斯拉股价大涨 跑去追什么车用零组件 跑去追美其马 就追完之后又马上套了 那我请问各位 你输的钱 如果你把它放在指数期货 因为你做指数期货 代表你是爱台积电 代表你是爱23G红帕 代表你是爱广达 爱新兴 爱联发科 我就讲没错吧 你需要去冒险 结果赚不到钱 我们这一个月 30万的保证金 我们至少赚三成的 至少赚了10万块 真的很简单 所以自由配1加2升级放大版 真的 我也奉劝所有的年轻小朋友们 你们要在市场上赚钱 你要学习到正确的投资观念 不要老是在那边KD MACD 不要老是在那边均线 如果均线真的有用 就不会有任何头顾老师 买一大堆美债 输到尸骨无存 好继续解盘 来再一遍 昨天我问你 今天台子期货 为什么会走这样子 因为昨天收盘 收在相对低点 代表昨天收盘 是小于关键价 那收盘小于关键价 要上涨之前 他一定会搞一个所谓的片线 同理 今天外资期货的空单 加码2200口 可是今天是收盘大于AC 搞不好 礼拜一会走今天 这个图的颠导图 你不要说我没有预告 我讲的很清楚 讲的非常非常的明白 那同样的在股票上面的操作 我觉得也是很简单 基本上股票市场 我们在我们课程当中 开中民意第一章 我们就讲的很清楚 多头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多方防守跌破 瞬间由多头转为空头 空头格局 我只看空方防守 空方防守收藏 瞬间由空头转为多头 这个东西价格的变化 价格的设计 还有开盘前写属于你自己的传承稿 真的超级无敌重要 就要这样问你 美债的业水的部分的话 我老早在一个月以前 我就跟你讲美国要升息 当时你看到这个标题 你有没有觉得老师脑袋有动 美国要降息 老师说美国要升息 老师说美国要升息 结果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美债一路暴跌 因为我问你 为什么我敢在9月27号 升息更早之前 我告诉你 你做多美债等同于放空航运类股 因为我所看到的主力 是一直在放空美债 好主力是在放空美债 结果来结果来结果来 美债有暴跌 美债有暴跌 有暴跌 暴跌完之后 既然有外资券商 他告诉你 要长期放空美债 可是你已经输到拖铺子 基本上我还是跟大家报告 这个网友应该是有在看我的节目 我说美债英文 它叫做Fixed Income 它可以给你固定的收益 可是固定的收益 可能因为它的净值往下挡 你的固定收益会开始减少 不会锐减的 因为它是债券 所以说你不能把美债 当成你要去做价差 那我还是老话一句 这网友写的 只有台湾一堆没有掉的分析师 在那边把股票 美债当成股票 在鼓吹做价差 结果每一个人 有没有输到拖铺子 还有人告诉你 美债我就是租 再买美债我就租 这样子赔了87万 难道不是钱吗 如果你跟着我买0052 你跟着我买237红海 你真的是赚翻了 你今天可能是赚87万 可能赚870万 这是它中间的叶水差别 那我问你 红海为什么我们可以赚这么样多 为什么红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我又赚了倍数的获利 很简单 基本上我在节目当中 我在跟大家报告 我说多投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空投格局 我只看空方防守 在上个月的22号 还23号的那一天 我在节目当中 我又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不管包括红海 不管包括OTC指数 收盘大于空方的防守价 所以说既然收上空方的防守价 所以说9月12号我们开始在172块钱 还有往下击杀175 176 甚至包括了178.5 我都还在加码买进 好 停顿在这边 我问你 一档股票 我从172 175 176 买到了178.5 我请问各位 我会不会怕错 基本上会 可是你再把那个口诀背一下 这口诀 它所衍生出来的公式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会算 如果你真的不会算的话 我是建议 你干脆买美债 就不要再做股票了 因为股票它的波动 绝对比美债来的大 就像你看你的国泰20年美债 拜托也才顶多跌10%而已 可是如果你买到6546正基 你去追高35的联军 4979华金光 光一档正基 一个月跌了四成 你融资买进的既然会被断头 多头格局被断头 所以说这些重要的计算公式 我还是老话一句 很多说小老师打尿来的小老师 可是还是比外面贵 基本上我是觉得 你今天我们都知道 专家就是妹妹知道 专家就是训练有术的狗 所以说头顾老师 我讲坦白的都是狗 都是畜生 讲得很慢 可是问题你今天养一只畜生 养一只毛小孩 你是希望说他看到坏人会摇尾巴 还是看到坏人会attack 如果我是你不会选择 看到坏人 还谢谢你呢 没有这回事的 要attack 同样的我从172 我一路买上来的时候 我会害怕 好 你可能说小时 这种操作不对 那我问你 你的美债 你是不断的加码摊平 加码摊平 你美债 你本来只会输10万 你的正经本来只会输10万 就你一直加码摊平到最后 你可能变成输100多万 那你看我红海 我买到之后 我们跟你预告 多方防守价在这边 不要跌破之前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结果来到186.5还在买 等于说从172 一路买到186.5 跟你的美债做法刚好颠倒 你是不断的加码摊平 我是往上的不断的买 结果到今天216块钱 因为我买了5趟 先买5趟 5趟你加起来除以5 你所得到的平均成本 都在179块钱 那今天到216块钱 代表我总共赚了37块钱 可是我有无比的237红海 所以说我赚了185块钱 那185块钱 再除以我的平均成本179块钱 所以说红海这一档股票 一个月的时间 我又获利一倍了 那你长期追踪的 你帮我验证一下 红海今年我的价差 有没有超过600万 有没有超过6000块 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还没完 结果红海 他还没有跌破多方舟 他既然没有跌破多方的防守价 10月21号的时候 我们还在加买劲 还在加买劲 又赚了6块钱 10月21号礼拜一 礼拜一到今天赚6块钱 还没完 礼拜三的那一天 我跟你预告 红海 没有了 因为我从174 一路买到211块钱 210块钱 我讲坦白的 KG指标 在高档出现非常明确背离信号 这是你所学的技术分析 所以说你不敢再买了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你照我的抗讯 你去买红海 你可以赚十几万 你要不要赚 我是你 你没有我有钱 我这样讲白一点好了 100个网友看我节目 你们总资产加起来 应该不到我的一半 I'm sorry 这是很现实的 这是很现实 因为你们 你要想 人家有钱人的思维 他有在看KD吗 没有吧 人家有钱的思维 我应该讲了1000次了 他只看价格 那既然211.47 就是10月24号 他的多方房子价 还包括了什么 337162.09 我请问各位 往下急沙 昨天不敢买 往下急沙 昨天不敢买 往下急沙 我买进 昨天获利卖中沙 然后钱直接加码买红海 结果到今天我就赚5块钱了 到今天我赚5块钱了 到今天我赚5块钱了 所以说211块 210块钱买赚6块钱 211块钱买赚5块钱 好 那今天继续继续继续 今天你所看到大盘的主题心态 我再一遍 为什么大盘要摆中间 因为你过去从来不鸟大盘 你的老师只告诉你 反正他的股票都会涨 都会涨 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达新材料 每一个人都有适合 可是不好意思 他不适合你 那老师不适合你 今天你所要赚的 是要能够大量买进的 我请问各位 你达新材料 你适合你三番 三番1307的三番 你能买几张 你敢买几张 你连他做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就跟上红海 那你看 今天早上8点57番 好啊 你说老师我没做期货 来我验证给你看 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 那这个叫夜盘 夜盘主力心态买这么多 怪不得AM盘喷到这边 喷到这边 喷到这边 怪不得AM盘喷到这边 因为人家买了一拖拉苦 反正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千万的广告费用 真的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 好电话号码不通 右下角 好 那既然今天主力价格是多 所以说今天我继续买红海 今天继续买红海 今天我继续买红海 今天继续买红海 买红海 买到穿价成交又收最高 我就赚4块钱 所以光这一个礼拜 妹妹你知道吗 一档红海我赚15块钱 赚15万会难吗 真的很简单 从172块钱一路买 已经倍数获利了 我说应该还没走完 空手的我们这边再买 为什么这要买 你上过我的课 我们教你盘中多空转换技巧 所以一档红海 这一个礼拜我使用两招 我赚了15万 一个是回测 昨天预测今天支撑 就像礼拜三预测礼拜四的支撑 礼拜四支撑211块 一个是利用盘中多空转换技巧 所以让我会员光一档红海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办好入位手续的 这个礼拜就算15万 好 接下来 可能时间比较不够 来3317 17我一样做到股票 完全都没有盖牌 我讲讲白的 你们不要跟我靠腰 说你跟错投过老师 我今天如果我跟一般投过老师 遮股票盖股票 搞什么拆灯迷 什么告诉你珠宝店 结果就是2449晶圆店 我讲坦白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直接了当在节目当中 我免费跟你预告 来礼拜一 一样跟你预告3317 因为我有买新星 我有买新星 我才可能在节目当中讲新星 只有礼拜新星真的攀出去 攀出去 就攀出去之后 来到礼拜三的时候 我一样跟你预告红海 我一样跟你预告新星 红海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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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多投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结果来看出 这个是红海 礼拜二往下 礼拜四往下击杀 买21 买21 再看一遍21.47 然后1621 1621 2122 每天备好了 2162 那礼拜三 来往下杀买 往下杀买 这是索英星 往下买 往下杀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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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到今天 每天再看一遍 往下杀买 往下杀买 结果今天全部 好了 每天画圈了 这样也够了 今天讲的非常非常的slow 那我觉得 在讲slow也是OK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三张股票 它的多空防守下 基本上 星星我是觉得 星星逢高是要站在卖方 我讲的很慢 其他包括237红海 包括3231伟创 麻烦自己就把这张图卡 好好的review一下 老师挑掉 再跳回去给你看影片 赶快截图 截图 你用手机看截图 基本上 我是靠口碑的 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的久 我还没有时间去跟你讲什么 6931 这些我们都大赚 至少我报的股票 成功的几率 有没有跟期货阴谋一样 高达99.9% 很多打电话进来 每天你知道问什么 老师你准吗 基本上准不准 不是我在定义的 是你看我节目在定义的 他码的哪一个白痴头顾老师 他会说他不准 我不会说我是准的 我只能说收完盘的时候 我应该是全头顾最烂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涨停板 每一天都涨停板 可是我是觉得我最厉害的地方是说 我有办法做到事前的预告 不管包21包162 这个是全宇宙没有任何一个投顾老师做得到的 结果是你不敢买吗 是你不敢买 你只敢追股票 结果两只收最高 所以基本上 证明我的方法是对的 那还是老外居 反正我们优惠都存在了 存在的原因很简单 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一千多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我不用去跟你拼说 我的会员人数是最多 Lite人数最多 我照顾好我的小众 因为市场上95%的人负责当酒菜 5%的人才是金字塔顶端 就是我的会员 所以自由配1加2升级放大版 真的只要360 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 永远相信事先预告 事先预告包括多空防守价 才是你未来成功的法则 不买广告才是真的 一天只要一个记得这边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